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这个范例 一个足球高手从水平地面 以每秒25的初速度 沿着水平面颊53度的方向 提出一个足球 设重力加速度为10 则这个足球怎么样呢 那他第一个小题是问我们 他的水平初速度 水平方向的初速度会需要用到向量的分解 初速度他现在是向 阳角53阳角53度 然后大小是25 那我们要把它分解成水平的分量 以及千值的分量 我们先画出他水平的分量 就是把它看成是由一个 由一个水平方向的向速度向量 和一个千值方向的速度向量的合成 像这样子 然后这里会用到三角函数 而且有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边场是要记起来的 那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它是 如果说现在我们是 我们是长这样子的一个53度的三角形 那我们的斜边 如果这个斜边呢是53 如果这个斜边是53度 那这个斜边会是最长边 那它就会是5 然后它的 牵直方向的这个边呢 也就是53度的对边 会是4 那这个37度的对边则会是3 这是一个345的直角三角形 这必须要记起来 那么现在如果说它的斜边呢 是25 那它的直指的这边呢 就应该是跟25相比呢 会是4比5 所以这个边就会是20 那最底下的这个边呢 跟25比起来要是3比5 所以这也是15 所以这个就是 它的水平方向的分量 和牵直方向的分量了 所以它的水平方向的速度呢 就是15 V0X就代表是水平方向的初速度 V0Y是20 Y方向的初速度 或者也可以说 是初速度的Y方向的分量 然后V0X是初速度 水平方向的分量 所以第一小题 第一格 V0X是15 而第二格 V0Y是20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最高点要几秒 到最高点呢 我们前面的介绍是 它就是水平抛射的时间倒转 水平抛射的时间倒转 那水平抛射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 从静止落下的时间嘛 所以水平抛射的时间倒转呢 所花的时间长度 也是从静止落下的时间长度 只是因为是时间倒转 所以它不是由静止落下 而是往上升到停 往上升到停 水平抛射的千值分量呢 是从静止落下 那反过来说 它的时间倒转 的千值分量 水平抛射的倒转 的千值分量 就是由一个出速度到最后停下来 这个萤幕的边边好像不是很好写字 水平抛射和从静止落下 时间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呢 是时间倒转 所以变成了 有出速 出速上升到停 上升到最高 就是上升到没有速度 就是上升到停 那那只是一瞬间 接下来它会往回掉 所以从静止下落 它的末数啊 会是V0Y等于GT 而上升到最高的话 它其实也是V0 从静止下落它是末数等于V0Y 加GT 因为V0Y是0 所以VY末数等于GT 那上升到最高 那上升到最高则是最后要是0 在最高点的时候的速度是0 那它可以写为出速度去减掉G乘上T 最后是0 所以最后变成了V0Y等于GT 好那么我们现在有V0Y啦 我们的V0Y就是20 然后G就是10 所以T就等于2 我们的出速度的Y方向分量 千值分量是20 那每一秒速度会变慢10 经过2秒速度变到0 只看千值方向的速度是变到0 那那时候就是到了最高点 因为最高点的速度Y方向 水平方向速度是0 好接下来呢 它问总时间 这个T等于2秒 这个是达最高点时间 但是千值抛 斜向抛射呢 它是到最高又回来 那我们已经有说过 它后半段其实就是水平抛射嘛 所以后半段的时间 也是只跟它的高度有关 水平抛射 落地时间就跟直接掉下来是一样 那直接掉下来所花的时间就是 2分之1GD平方 从静止落下 所以其实它上升到H 和从H掉下来 所花的时间都一样 都是2秒 所以事实上 斜向抛射的前后两半 它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全程时间 大T 就会是2倍的 达最高点时间 所以就会是4秒 好那接下来的最大高度呢 最大高度刚刚就有说 其实水平抛射还是从静止落下 它们同一个高度落下来 时间会一样 所以其实你如果从时间推高度 你还是一样可以用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不管是斜向抛射还是水平抛射 还是从静止落下都一样 都一样 好所以呢 最大高度其实就是 2分之1GT平方 这里的T是达最高点时间 所以不是带全程时间 所以结果是 2分之1乘以10乘以2的平方 结果是20 所以最高高度是20 那水平射程呢 水平射程则是在这个总共的时间内 我们水平方向走的多远 那水平射程R 它其实是一个等速运动 因为水平方向 没有这个重力加速度 每秒改变10 它是维持它的初速度的水平分量 那乘上的时间是乘上全程时间 好所以刚刚我们也有 从第一小题得到 我们的水平方向呢 初速度 水平方向的分量呢 是15 而总重的时间 总共的时间 从它达到最高 这个我们算出来是2秒 但是要总成 全程是上到最高再下来 所以是4秒 总共4秒 水平方向 初速度水平分量 是每秒15公尺 所以走4秒 走了60公尺 所以这就是第三小题的答案 整个重点就是 水平抛射 它其实就是 是跟从静止落下 花的时间一样 那水平抛射的时间倒转呢 其实又跟斜向抛射的前半段是一样的 那所以其实斜向抛射的前半段所花的时间 就跟从静止下落的时间倒转是一样的 你还想要那一会儿 谢谢大家